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句话 叫做贫困者想脱贫 就要跟自己对着干 而别先干别人 这句话是不是有道理 你比如说我们本身就贫困 然后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一定什么先跟自己干 干什么呢 干自己脑子里面没有的东西 说你脑子里面喜欢那些东西 你把它干出去 把你不喜欢的东西装进来 那可能就装了一些价值 把常识性的东西 习惯性的东西 就已经什么呢 干出局了 很多很多的人都什么 都特别特别封闭自己 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用自己的常识 用自己的思维 来看待你身边的人和事情 这是不对的 应该什么呢 先跟自己对着干 把那些以前的常态化的东西 干出去了 比如说学习 说今天你听到一个 让你舒服的一件事情 那不行 那你相当于顺从了这个生活了 你应该什么 应该找那些不让你舒服的 甚至让你有点痛的 然后先把自己给干了 然后都让这些不喜欢的 不习惯的 没有听过的 有些新鲜的东西 刺痛自己的一些思维 一些知识 进入自己的内心 进入自己的大脑 先跟自己对着干 然后呢 你的时间 你的精力 也要跟自己对着干 说呢 你别攀比别人 凭什么是你啊 你扯 你不要想 你不要先干别人 说先把红货干了 先把这个其他人干了 把富人干了 你先把自己干了 让自己活得痛苦一些 让自己自灭一些 自己的痛苦 自己的自灭 对自己下手狠一些 才是我们成功的关键 别什么 别你对别人呢 指手画脚 挑三拣四的 谁说的都不对 结果呢 你还不干 你应该什么 应该反思自己 我今天说什么话了 我今天应该干什么事情 我是不是有很多事情 没有干 我没有干好吧 那我为什么 没有这样做呢 应该什么 应该自念自己 让自己痛苦一点 有这样的一句话 叫做什么呢 叫做 你让别人不幸福 事实上是别人最大的幸福 你比如说你让我不幸福 但是呢 但是你锻炼了我的什么 抗打击能力 同时我认为什么 好 你不说那个打击我吗 我就要更好 你看你逼着别人的好 你拿了大棒子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在赶别人成功 是不是 应该什么 应该是你打击自己 让自己呢 不好 跟自己对着干 再当别人打击你的时候呢 你就应该明白了 你打击不了我 我先把自己捅了 那我还怕你吗 是不是 我先把自己干了 我还怕你们呢 这样的心态 这样的反思 这样的危机感 这样的思维 这样的创造力 这样的方法思维 这样一种 社交能力全会好 全会很大人 你跟别人交流 也很大人 因为什么 因为你都是优先的什么 想到自己哪里不足 然后的话呢 再想别人又哪里不足 所以呢 我说这句话 非常非常的对 叫做什么 叫做贫困者想脱贫 一定先干自己 跟自己对着干 而不是优先选择干别人 跟别人抬杠 我是红贺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营销相关的事情 针对于先干自己 还是干别人 这个话题 大家可以展开讨论 你是干自己呢 还是干别人呢 我是先干自己的 基本上我先把自己 打一个啥也不是 虽然说你们感受不到 但是我的内心 已经让自己打的 已经很什么呢 很零碎了 但是我就从装起来了 就是一个焕然的自己 谢谢